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只此若藏在他树上 自己就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阿们 在韩国有一位牧师 他去美国留学 去美国留学的时候 他带着他的一家人 去旅游 在这个路上 他要找一个住宿的地方 就是找一个宾馆 在美国的宾馆 有一个特点 无论你是一个房间 还是两个房间 他是二人数算钱 就是这一个房间 如果你是四个人 你要算四个人的钱 这个牧师 他就开着车 到了宾馆前面 他自己下去 自己下去之后 他就到了这个前台 他在对这个服务员 想说就是他看它 他观察一下这个宾馆 这个服务员的前台 和寄付到房间的这个门 是不同的 所以他们时刻 那个信息有很多思想动作 他说他在想 我只说两个人 这是我后的妻子 还有两个孩子 我们说 那这样的话 可以省两个人的钱 所以他做了很多思想动作 结果到了前台 他对这个服务员说 两个人 那这个服务员就给了他这个怎么样 说了他两个人的钱 他拿了这个钥匙 但是在这个时候 突然他的心里有个声音 对他说话 说你这个臭小子 说你这个家伙 我不是给你孩子了吗 你怎么说你没有孩子 他突然觉得有一个声音 对他说话 他觉得非常的内容 紧张 心痛 他受不了这种谴责 他马上又对这个服务员说 我还有两个孩子 然后那个服务员说 啊 没关系 我们的宾馆 和别的宾馆不太一样 孩子是不要钱的 你尽管让孩子进去就可以 所以他当时就在想 哎呦 如果 我不对这个前台的服务员说 我有两个孩子的话 我要像什么样 像像偷一样 我要偷偷摸摸地带我的孩子们 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 还要怎么样 偷偷地离开 偷偷地在里面活动 就是在这住的时候啊 非常非常的紧张 但是因为说完之后他怎么样 觉得非常舒服 而且他在想 如果我真的 我对这个服务员说完这个 我没有孩子 只有两个人 因为上帝 真的把我这两个孩子取走怎么办 这个孩子是生计给我的 哇 太感谢神了 那这样像神的这个祷告 回改了 回改之后啊 这个 我们看这个牧师 当时他在这个服务员 这个前台的时候 他的心里的表现是什么 他心里的表现是什么 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你做的是不对的 很明显 非常强烈 那当时他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 他顺服了这个声音 我们把这个声音叫做什么呀 叫做神的声音 所以我们说你要想听到神的声音 要查验你的内心 因为声音当中是什么呢 说神是一直又同在的神 我们通过这个牧师 我们看到了神的同在 我想我们各位听众语当中 你们也是一样的 你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 但是我们看到你们有 有没有像这个 这位牧师一样的勇气 敢 承认我们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呀 就是神的同在 对吗 耶稣的同在 这个主题里面说非常重要 因为一个相信耶稣今天的人 你若是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已经有问题 因为神对我们的应许 是什么呢 我要一直与你们同在 可是如果你感受不到 或者你感受得到 但是你不承认 或者不顺服的话 我们就会有很多问题 虽然这位牧师的经历 让他非常的羞愧 但是他敢对别人做了一个见证 而且他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原来耶稣就住在他的心里里 阿们 今天我们对旁边的大师说好 耶稣住在你心里 耶稣一直与你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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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复得否定的一个真理和事实 只要你成为神的儿女 耶稣就会怎么样 一直与你同在 你承认也好 你不承认也好 你不认识他 你不去看他 他还是怎么样 还是在那边 一直与你同在 我们都知道有句话 在中国有个成语 叫梦母三千之教 对吧 你们都知道吗 对吧 梦母三千 韩国人很喜欢这个 这个成语 对吧 很喜欢这个成语 所以我到了韩国之后 韩国人跟我说 你知道吗 中国有个成语 叫梦母三千之教 我说知道吗 他说我也喜欢这个成语 他说我给你讲个例子 他就讲了江南 在江南有个地区 叫这个 叫大志洞 培齐洞 然后那边有很多学院 我说这个 为什么这个 江南这个 这个地区 这个房价这么贵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边居住呢 因为有很多好的学院 就是韩国最优秀的学院 一般都在什么地区啊 在江南地区 所以都明白一种道理 梦母三千了 把这个学生都带到这个江南地区 为了上一个好的大学 在那里学习 还有一句话叫 静诸者是 静默者灰 如果你真的每天 耶稣同在的话 你就不可能 什么呢 你去做恶事 或者是 你想去做坏事的时候 你想去做神所不学的事的时候 神会怎样 他会告诉你 这样做是不对的 而且很敏感 就是我们对罪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敏感的灵 这样的理由 这样的人 是什么呢 是神给我们同在的表现 神也是同样期待神的 期待着我们一直与他同在 像还有梦母三千一样 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 你一定要期待着什么呢 你要和这个神在一起一些 你要是和坏人在一起 和罪人在一起 和这个神所不学的 这种环境在一起的时候 你忘记了一身同在 我们就会受什么影响 静默者的黑影 你就会慢慢受罪的影响 受世界的影响 受环境的影响 甚至怎样 会远离神 会忘记神 那么希望我们各位的群组 今天通过 耶稣同在的这个恩典 我们都能够过上 我们圣经的生活 阿们 那我们看一下神 与我们同在 有什么意义 第一点 神是主动与我们同在 这个神是主动与我们同在 我也是在上周 上上周 我们去参加学校长 和课程的时候 翻译的时候才学习到 以前我们不太远了 新华西天 我们有这个 宣教长的课程的一些学生 还有一个学生 来参加我们的教会 啊 我在翻译的时候 这个 牧师讲到什么 说神创造我们是有目的 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问一下各位听众怎么 对 静快 对 我一直在说你们都知道 神创造我们身边有什么 静在他们 而且祂给了一个什么呢 给我们祝福 最开始 念神的祝福是什么呢 我让你们 在地上什么呀 生亚众多 便把地面 还要怎么样 治理什么 全地 然后呢 这个,他后来又说,我为亚当和夏娃预备了一个什么呀?预备了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叫什么呢?叫伊甸园,然后神和他们怎么样?和他们同在,和他们同行,这个是神期待的,神创造我们是为了什么呢?和我们同在的,这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之一,他不希望我们离开他,也不希望什么呢?我们这种关系,幻觉。 所以神和我们建立一个什么关系呢?同在的关系。那所以说,这个神主动与我们同在,表明了什么呢?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希望我们离开他,让我们一直在他的身边,然后可以怎么样?可以保护我,可以帮助我,可以爱你。阿们。或许你们都有自己爱的人,对吧?虽然爱的程度会同。 比如说,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丈夫,妻子,或者是好朋友。 爱一个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状态,对吧?不愿意这样,离开,对吧?就非要在一起不可。神也神,神为什么主动与我们同在呢?因为他们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 不想离开我们。而且他期待什么呢?我们也爱他,爱到什么程度呢?不希望我们离开他。 这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如胶似漆,对吧?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就是像胶一样,黏在一起,不愿意离开。 希望我们和神的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呢? 永远,黏在一起,站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 所以我们对旁边的大声号,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他一直在你的里面。你也在他的里面。阿们。 阿们。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事实。 第二呢,神主动与我们同在表明什么呀?他对我的关心和照顾。父母爱儿女,对爱到什么程度呢? 我来韩国之前,我的父母一直反对我离开什么呀?离开他们身边。他们的理由只有一个。 就说你,是我们的孩子。你要在我旁边,我才能怎么样?才能保护你,才能帮助你。这都是一般父母的想法,对吧? 但孩子的想法是什么?不行了,我长大了。我要怎么样?我翅膀已经硬了。我要怎么样?飞出去。我要自己独立。 虽然独立了,我们也离开父母了。但是和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并没有冠绝。 他们的爱,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还是在什么呢?在关心和照顾我。 对,神与我们同在表达了什么呢?他要关心我,要照顾我,要保护我。 所以在圣经当中说,你出,你入,我都跟你同在。 无论是白街,无论是灭板,我都怎么样?我都保护你。 神与我们同在,拿到什么程度呢?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场合。 任何的时候,祂都在我们旁边,保护着我。阿们。 所以我们就不用怕,基督徒可以,这个什么样,有一个初号,我们叫这个大点,是吧? 为什么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没有惧怕。 如果你还有惧怕的话,如果怕黑,我还会不敢在那里走。 我的楼梯也没有灯,我害怕。 那个时候你不要怕。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的事。阿们。 我在二人一住的时候,我们家这个楼是,是住在六楼。 那个时候啊,没有电梯。那个楼梯也很长。 就是有一个向上的楼梯,然后有一个平台。然后转回来,再是楼梯,再是平台。 从一楼走到六楼,需要大概五六分钟或者十分钟左右,对我们来说。 因为我当时很小。我和我的哥哥当时是,我是小学三年级。 我哥哥就是小学四年级,或者五年级,我已经忘记了。 但是每次我回家的时候都很紧张。 因为我回家的时候,这个楼道里面没有什么样,没有灯。 所以我每次回家,我说什么样,都是跑着回去。 从进到一楼给我们,就开始准备什么样?要跑。 害怕。害怕什么呢?怕黑。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认识给你们,从出生以后,没有人告诉你们,要怕什么。 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有害怕。 为什么?因为我们绝对公主。 我们绝对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总有害怕。 我记得在学前学校长课程的时候,那个有名牧师问下的学员说, 我问你们,学校是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然后有一位传道师傅的答案是正确的。 他说什么是孤独。 因为你在国家,你在异国他乡,在其他的文化,其他的民族,很多人不理解你。 然后呢,攻击你,不承认你,变成孤独。 我们人也是一样。 但是神说什么呢? 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就不要孤独。 也不可能孤独。 为什么呀?神不会离开我。 阿们。 因为对旁边大谈好。 你不孤独。 你也不孤单。 因为神与你同在。 他永远不会离开我。阿们。 神永远不会离开我。 那么第三点,神主中永远同在表明什么呀? 他是无所不在的什么样? 一种充满。 无所不在的那个经文呢,在圣经上有很多的。 最明显的经文是诗篇139篇,强调了神的无所不在。 以福所中端部也记载了,神永远同在的一种。 我们刚学圣经,我刚去教会的时候,我们传到圣经上说三个单词。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 无所不在的神。 还有什么呢? 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我们一听到这个单词呢,我就记下来背注了。 我每次打话的时候就,无所不知的神。 无所不能的神。 无所不在的神就给你帮助。 习惯性。 我们说这样的时候,但是我们觉得他不是无所不在。 如果他真的是无所不在的话,你还会犯罪。 如果他真的是无所不在的话,你还敢去做坏事。 因为他就算站在你旁边就能看见你。 我们就不敢做坏。 因为你没有认为他有我们同在。 我们的信息还不够。 那希望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讲道和分享,我们有一个意识和意志。 不要忘记,神是一直有我们同在。 阿们。 所以如果你想做坏事,你想做不学的事的时候,你要思想一下,神是有我们同在。 那个时候你就不会随便做事。 对吧? 韩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强坏长大耳朵。 对吧? 是这个意思。 我中国大概也是这样说,是吧? 何强有味。 何强有味。 韩国人的那个意思就是强坏长大耳朵。 我记得好像在学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意思都是一样。 就是你走到任何地方都有双眼睛在看着你。 对吧? 你说现在这个罪犯、小偷和这个犯罪的人,他不敢随便犯罪。 他会采取什么呢? 采取那个,找一个没有什么呢? 骗子监视器,没有吸吸气味的地方,他去犯罪。 不然他会怎么样? 会被抓住。 我们这样会不是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吗? 我上次去那个平修德里玛特。 我们这个,有一个姊妹她的这个帮,那个钱包被偷了。 我们就去这个尼玛特的这个监视中心去查这个TTV。 去查这个故乡。 你说这个小偷特别多聪明。 他那个偷东西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 我们把这个人叫一个死角。 你根本就看不见。 他在那个地方把这个东西偷走了。 你找不到这个人。 那如果,神的眼睛,神的同在,像一个吸气味的理样,像一个监视器。 在任何的地方都能看见你的话。 你就不打准备犯罪。 我最后不要感谢神。 神为什么也不同在呢? 帮助我们有什么呢? 不软弱,不犯罪,不跌倒。 阿们。 因为他一直在看你。 以前我讲过的,我在,来到新疆教会之前。 我在不动的能力教会。 我做传道师的时候。 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从来不敢随便重发。 因为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有很多监视器。 很多监视器。 每个礼拜堂都有。 你看现在那个礼拜堂,在后面我们看到一个白色的。 看到了吗? 那边有很大的一个,那个监视器。 那教会都能看起我们的。 看到了吗?在那边。 所以有一次。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中学部的牧师。 他那个很胖。 胖人们有一个特点。 很累。 愿意休息。 你知道吗? 所以中午吃完饭的时候,人有一个特点。 很困。 很困然后他就想休息。 那教会里面坐着帮助他不能睡啊? 因为那个牧师能看到他。 所以他就找一个地方,找到中学部的那个礼拜室。 有那个长条的那个椅子。 他跑到最后一排。 他就躺在那边,你就睡着了。 那你正睡着的时候,他的电话就响了。 然后是我们那个主任牧师给他打一挂。 他说你在干嘛? 那你想想想这个牧师他的答案是这样的。 他在撒谎。 他说我在干嘛,在干嘛。 然后那个主任牧师说,你不是在中学部睡觉吗? 哇! 当时他就说,哦! 原来中学部也有坚持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不是说那个教会里面坚持器的问题。 我是说神有个同在的问题。 神在任何的时候都看着我们。 神一当中是什么? 你就算跑到那个海的那个海底。 你跑到山谷当中。 你跑到任何的地方。 神的什么能看见。 都和我们同在。 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事情。 当你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有个人因你同在的时候。 你就不会随便说话。 不会随便做事。 你也不会怎么样。 有这种随意的行动。 一个人。 一个人的时候。 人最容易犯罪。 一个人的时候。 人最容易犯罪。 一个人的时候。 自己的本性就出来了。 对吧? 特别是在家里。 没有人的时候。 我自己。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这家里面很乱。 对吧? 就像。 像猪卧一样。 对吧? 我们自己开玩笑。 所以我们去探访那些一定要打电话。 对吧? 我要去你家探访。 对吧? 然后我们自己就说。 等等。 等明天什么时候你再来,我们得收拾干干净净的才行。 如果神看见我们的话。 我们就在想。 我们就像猪卧一样。 这个神每天跟我同在。 多么好意思。 是的。 我们就要清洁自己。 如果家庭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是怎样。 神住在哪里呢? 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的心要清洁。 阿们。 第四点。 神主动用同在。 表明什么样。 他知道我们的一切。 你不要觉得你可以藏些什么。 你可以在什么里面。 你可以欺骗他。 你骗不了他。 所以看这个诗篇139天一道四节文。 请。 耶和华呀。 你已经见察了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了。 你总也不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过。 你都信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 不知道。 所以你在什么里面前你藏不了。 你的一切。 神都怎么样。 都知道。 我们在别人面前。 在外人面前。 在公共的场合我们是很好。 我们这个表现的这个痴心哪里。 很有修养。 很有文化。 很有什么样。 就是。 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 但是。 当我们同心一人的时候。 或者是在一个自己不出的环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变了。 就变成了什么呢? 原先那种。 我们那种懒惰。 这个。 邋遢。 各种各种形式都出现了。 那谁说什么呢? 你那一切。 我都知道。 你谁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知道。 所以我还敢随便说话。 不能随便说话。 不能随便说话。 我希望。 我们在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着神的。 求祢见识啊。 我的心。 让我的行为。 我的言语。 都能够荣耀。 都能够荣耀你。 阿们。 我们对旁边的大叔好。 神知道你的一切。 神知道你的一切。 你要小心。 要小心。 要非常小心。 将来到了天上的时候。 耶稣基督大开一本书。 那本书里面。 我们的行为。 言语。 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 那个时候。 如果你不想修会的话。 你想像保罗一样。 在神那间谈不去的话。 要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 要谨守你的言语。 圣语当中什么。 你要慢慢地说。 要快快地听。 要小心。 你这话呀。 没得说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就解怎么样。 你要开始攻击你。 这样的小心。 那我们看。 神有没有同在。 的实际是什么。 神的同在是无所同在的。 所以他不受我们的空间和物质的限制。 而且神有的同在是。 第四点。 神主义用同在的表明。 他知道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也。 所以你们要小心你的想法。 那么第二。 神有的同在的实际是。 神的同在无所同在。 所以不是空间物质的。 而是心灵。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神通过我们的内心。 来什么呢? 来做事。 通过我们的想法和意念。 有关这方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 我们在刚才。 刚开始我们讲的一个例子。 说这个牧师。 他去宾馆的时候。 是什么。 告诉他神与他同在。 是他的想法。 对吧。 神通过我们的思想。 来跟我们交流。 神通过我们的思想。 来告诉我们。 他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你们要。 总是去思考我们的想法是怎样。 你的想法里面。 哪些是神许愿的。 哪些是神不许愿的。 当你总是这样去过场的时候。 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能够分辨。 你会有分辨的理由在那里面。 告诉你。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你当心的路。 什么是你不该做的。 所以各位女子为。 你们如果。 想和神接近更好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都是和神同在的。 为什么每个人表现生命的状态是不同的呢? 因为我们在神里的追求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就算知道神有同在。 会在意他。 不管他在想什么。 那这样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指引。 神的想法也不能说服他的指引。 我们今天这位牧师啊。 这位牧师啊。 这位牧师去宾馆的时候。 神蛮爱他。 爱他按了什么程度呢? 马上就警醒他。 告诉他说。 你做的是不对的。 他一马上就顺服了神的想法。 我想在我们在座的各个地方当中。 有很多我们有这样的事情。 神用我们的想法。 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来神道。 来告诉我。 我是以你同在的事。 阿们。 所以你们不要期待了今天神就蹦在我们的面前。 你让我看见你。 这才是同在。 就是这样。 他用什么呢? 用圣灵的形式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注降在你。 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我们的这个什么样? 忠告叫什么呢? 如果我不去。 圣灵就不会什么呢? 不会进入到你们的里面。 只有圣灵进入到你们的里面。 你们才会怎么样? 在圣灵的领导之下。 过程它不会有一点什么。 阿们。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了。 神用的同在。 是不受物质、空间等的限制的。 它是在我们的心中有独在的。 再看下面。 神的同在是客观的实在。 不受感情的限制。 有的人有一个特点。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会有很多特别的恩典。 比如说我这个疾病得到医治。 或者说我有方言的恩赐。 有的人有什么呢? 有这种这个。 替别人祷告的时候有这种遇见的恩赐。 各种各样的恩赐都有。 有的人讲道的恩赐。 有的人有什么呢? 有爱的人的恩赐。 有素质的恩赐。 所以我们容易限制到去寻找那种感觉。 但是这个感觉并不是最重要。 感觉不代表是信仰。 有的时候我们来参加礼拜。 我们会有期待。 今天的感觉不对。 今天这个不是我要的。 今天这个礼拜我们有恩典。 今天这个礼拜对我来说是这个很糟糕。 那有的时候我们来参加礼拜。 今天的礼拜就是我要的。 这个礼拜对我来说太适合了。 为什么每次礼拜的时候不都这样呢? 如果每次礼拜的时候都这样的话感觉多好。 那我们在追求一种什么呢? 追求一种感觉。 那个感觉呢? 不代表什么呢? 不代表全部。 因为神按照祂的时间,按照祂的计划,场合,环境,给我们的感觉是不同的。 而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我们的感觉。 我们要寻求的是神的感觉。 神的想法是什么? 当你把你的心和祂的心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我们提到的, 当我们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寻求神的心理和指定的时候, 你的心和祂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感觉已经不重要。 你和祂同在的那种感觉, 那种氛围是你没有办法语言形容的。 如果你有一个主观的思想, 我今天来, 我就要寻找一种礼拜的感觉。 就已经怎么样了? 那个心态就已经错了。 今天的赞美, 不是我想象的。 今天的讲道, 不是我想象的。 神通过任何的时候, 不能顶。 可能今天我们的赞美很糟糕, 也可能今天我们的赞美非常有用点。 也可能今天我们的讲道, 我已经听过一百遍, 两百遍, 你说的都是一样的话, 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不是, 神通过任何的时候, 神通过任何的时候, 我的哥哥和我是不同。 我的哥哥是一种脾气, 非常的直接, 很急。 每次我们在通过我们参加这个 家庭教会的礼拜, 回来之后就要分享。 今天你得到的恩典是什么? 我得到的恩典是什么? 每次我哥哥整点非常的清晰。 今天传道师讲的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这个, 这样讲是不对的, 如果那样讲的就好。 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这样讲的就好。 那习惯是挑毛病。 就把那个传道师说的这个一门故事, 然后就挑拼大背包给他。 然后呢, 我的特点就是, 我就找那个我想得到的恩典。 我就说, 哎, 我得到的恩典是这个这个这个。 他说, 你怎么没有判断的能力? 我说, 管得多呢? 嗯, 因为传道师是人的, 他说的每一句话, 有的时候如果按照人意的时候, 就有错, 就不是领复和神的整理。 你找出任何一个有名的牧师, 著名的牧师, 有的时候说说话的时候, 也不完全是按照圣经的领导。 那个时候要什么呀? 要把这些东西挑出来, 我们找到神要对我们做过万事, 就可以了。 神做过任何的方式做什么呢? 做他的工作, 我们叫什么呀? 神做过万事, 互相效应。 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 我们去认识神的话语是什么的时候, 那个牧师讲的是什么, 这些不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去参加大教会的礼拜, 我们的这个田虎学姊妹, 对吧? 还有我们的这个庞祝侠姊妹的女儿, 那个希敌。 坐在那边听这个大牧师讲道的时候, 你要想听我们教会主任牧师讲道, 你要这个集中精力相对, 百多之百的这个集中才能, 因为他有病, 有这个帕金森症, 但说话的时候你听不清楚, 而且很快点过去。 你一定要集中, 你不集中, 你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 特别不是外套, 他说的是韩国语, 你再不集中, 你根本就听不到他的说什么。 但是你们知道, 通过这个新疆教会主任牧师, 得到的那点人非常多, 他的讲道, 有的人就说他讲的不好, 他每次讲的都是一样, 每次讲的都和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 都是经文的, 用经文去写是经文的, 没有一点心理, 不是。 很多人通过这个讲道, 那个神的话也就像一个箭一样, 直接刺到他的心理。 因为我们不看那个人, 不看他的讲道, 而看神的时候, 神通过那天的时间, 那个环境, 那个地点, 给我们不同的恩典。 所以这种神在的方式, 我们要一个什么样, 好好去寻找。 我们不要寻找感觉。 或许你们学过这个, 一推一文徒学院的圣经的一个, 这个教材里面是这样强调的, 神的话语才是我的什么呢? 才是我的动力。 那个感觉和后面的经验, 对我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你不能让感觉带着你的信仰走, 而你可以让神的话语, 带着你的感觉和什么的经验, 成为帮助你的信仰, 能够成长的一个什么呢? 辅助的一个工具才可以的。 如果你把感觉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把神的话语和经验放在第二位, 就出问题。 你把经验放在第一位, 不把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 也是问题的。 所以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要把什么呢? 把神的话语给你第一位。 有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今天我喜得有平安, 神是一个我存在。 我今天没有喜得, 没有平安的身体, 没有我存在。 难道神是这样的神吗? 在患难当中, 在你失落的时候, 在你痛苦的时候, 神没有与你同在吗? 不是。 神在任何的时候, 都与你同在。 阿们。 你们对旁边的大叔说好吗? 你痛苦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神都与你同在。 阿们。 阿们。 我们容易这样, 有这个误具。 我现在很失落。 我现在很痛苦。 我陷入到一种环境当中, 神离开我。 没有你。 神根本就没有离开我。 祂一直用同在。 阿们。 那我们再看第三, 神的同在的时候, 它是绝对的。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什么要绝对的? 绝对的是神的主权。 神, 祂绝对要用同在。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创世以前, 都已经决定了。 凡事我叫人, 我就与你同在。 一直到什么呢? 到世界的过了。 直到我在来迎接你的时候, 不但迎接你, 而且把你带到什么呢? 我们与上帝没有预备得到 那美好的天家和天堂。 阿们。 那还有呢, 神的同在是什么呀? 是永恒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是今天与你同在了, 这个小时与你同在了。 这几分钟一定同在了。 而是什么呢? 从起初到过了, 从来就没有同在了。 没有阶段, 是永恒的同在。 阿们。 那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 有这样的喜乐, 有这样的容量, 这种感动才可以。 我感谢神。 祂的同在是永恒的, 是永远不变, 不会因为我们的改变, 祂改变。 祂是永不改变的事。 如果祂决定拣选我们了, 如果祂决定与我们同在了, 这个事实就改变不了了。 阿们。 我们在中国这个说, 皇帝叫什么呢? 叫金口, 欲言, 是吧? 皇帝说的话, 那就改变不了了。 更何况, 在天上的这个, 天上天下唯一的几乎。 他说我与你同在, 他就改变不了了。 为什么? 神是公义的神, 他从来不能说什么样, 否论自己说的话。 所以他说我与你同在, 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呢? 千真万确的事实。 阿们。 所以在圣经当中, 很多人记载说, 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也是人的, 也是我们的神。 所以在圣经当中, 他与亚伯拉罕同在, 就会与谁同在呢? 与以撒同在。 与以撒同在, 就会与谁同在呢? 与亚伯同在。 与亚伯同在, 与亚伯同在, 就会与谁同在? 与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 子孙, 一直同在。 阿们。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如何接到以玛内利的恩典当中。 今天我们提到了一个单词, 以玛内利, 很多人都很了解, 以玛内利这个单词的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当中说什么呢? 以玛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呢?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那以玛内利这个单词, 在圣经当中提到过两次。 在纵约以撒语当中提到过一次。 到了马太福音, 第一章当中又提到过一次。 对吧? 我们来看见这个经过, 我们来读一下好了。 以撒语七章十四点起。 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与有童女来愿生子, 给她起名叫以玛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本。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集的二十三节起。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最后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成就, 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说, 必有童女来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阿们。 我们看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 这是神的一个应许。 对吧? 神的应许是什么呢? 必有一个同领生子。 他的名叫什么? 以玛内利。 以玛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呢? 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我们今天看, 耶稣基督有两个名字。 对吧? 一个名字叫耶稣, 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以玛内利。 我们也学习过耶稣是什么意思啊? 耶稣是什么意思啊? 救主主, 救世主, 是吧? 或者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神在旧约当部, 耶稣名字一样的人是谁啊? 耶稣亚。 耶稣亚的名字就是, 实际上就是耶稣嘛。 耶稣是希腊语的这种翻译。 然后, 耶稣亚是希腊语的这种翻译。 是一样的意思。 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以玛内利。 对吗? 那这两个名字有什么意义? 我们说什么呀? 神拯救我们是神的什么呢? 目的。 神叫什么呢? 要拯救我们。 他有一个目标。 但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成为一个与神同在的什么呢? 人这叫什么? 结果。 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拯救。 不是他要拯救我们。 是他要做的事。 他的目的是什么? 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得拯救。 但是得拯救之后, 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和华拯救。 我们是 untuk恢复了关系。 和华拯怎么样? 一直同在的。 对吗? 就像我们这个、有这种父女或者父子 父母和儿女失去的联系一种叫失联。 失去联系之后呢, 有的父母,我看中国有这样的新闻 就是小孩子被拐卖了 他们有的找20年,有的找15年,有的找5年 全国各地在找他们孩子 有的人找不到,找不到给你找到 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孤儿 我们就像是一个孤儿 我们离开了神的怀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流浪 而今天我们姚非山就是讲到了 神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什么呢? 称我们为什么?一人 称我们是羊子,我们叫羊子 羊子和这个真正的儿子的这个名分实际上是一样的 称呼虚然不同 称呼虚然不同 被看作是什么呢?神的儿女 被看作是神的儿女 以前是孤儿的我们 现在成为了什么呢? 成为了有父母,有母,有家家 这种幸福的一个神的儿女 所以神对我们的这个爱 对我们的这个关系是一样的 为什么叫神存在呢? 当我们在世上流浪的时候 神为了什么呢? 为了拯救我们 祂对我们说 你们只要相信我,跟进我 我就让你们成为我的儿女 使你们不再流浪 成为什么呢?有家人 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过这样的事例 有一个浪子 他把他父亲的财产拿走 然后在世上流浪 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 我们和这个浪子没什么区别 我们不认识上帝之前 我们就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行事 浪费着什么呢?神所赐口的资源 物质,生命,时间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我们听到了福音 我们认识到神 我们回到神怀抱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无论我们多么肮脏 我们多么丑弱 我们多么的这个什么样 千疮百疚 祂就来拥抱我们 来亲了我们 让我们成为什么呢? 成为祂的孩子 重新给我们一个什么呢? 儿女的身份 阿们 为我感谢神的我们的身份改变 神同在和耶稣这两个名字 是有什么呢?有连结的 耶稣是什么呢? 说是拯救我们的目的 就是祂要拯救我们 而这个用的同在什么呢? 是神拯救我们的结果 祂用的同在 神用的同在 是神给所有信他人的应许 或许有些人会说 我信的耶稣为什么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是吧?有这样的人是吧? 有这样的人是吧? 无许说有人在笑 对 我感受不到 或者说 我没有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的这种恩典 那我们要信察自己 不是神不与我们同在 而是我们不知道 怎样想进入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当中 你不明白 因此 我们若想进入神与我们同在的恩典当中 我们必须要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第一 我们要想去做 我们要生活 我们的生活要圣子 你要成为一个圣子 而且要远离什么呢? 远离恶事 十天第五篇四节说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圣洁的话 你不圣洁的话 你还在做恶事的话 你还在罪恶当中的话 神没有办法和同在 是罪让和神的什么样 这个同在被隔离 你只有什么呢? 过身体的生活 我们叫回改 上次我们学过了 这个回改的喜悦的时候 我强调了 如果你不回改 你没有办法 享受神真正的祝福和恩典 我们叫什么样 比如说 有个成语叫心怀鬼胎 就是你想亲里想的一些事情 当你说 比如说 有丈夫有妻子 两个人 有个单词叫 同床异梦 对吧? 这两个人 虽然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 每天在一起见面 在一起生活 但心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里有个别的东西 对吧? 他心里在想着别的人 别的事 没把他的丈夫 和妻子 放在他的心里 我们把这位兄弟 也叫为 无圣罪的心 为什么? 他做了什么呢? 可能他的想法 他没做什么 但是他没把 他里面这些东西拿走 他的妻子 或者他的丈夫 不能放在他心里 上帝对我们要求什么呢? 如果 你想说我同在的话 你就要把你里面 别的东西都拿走才行 让我住在你的心里 让我做你的主人 让我来管你 当我进入到你心里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呢? 你可我同在 所以神经大陆说什么呢? 你们要清洁你的内心才可以 我们的心里面 有什么呢? 有忧愁 有愤怒 有杂念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在这里 就像我们的家庭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不让别人随便 因为我还没有清洁好 是吧? 等我们整理好你再来 照顾是一样的 他想进入到我的心里面 但是里面已经充满了什么呢? 其他神所不喜悦 就没有办法进入到你 做不了过什么呢? 圣洁的生活的意思 第一点什么呢? 我们的心要清洁才可以 你的心如果不清洁的话 也没有办法圣洁 所以我们要来到圣洁前 省察 看我们的里面 是不是圣洁 是不是清洁 圣洁当中 有一个人人叫约瑟 对吧? 约瑟的人生 他得胜的逆节 就是神与他同在 他在任何的地方 他都过成过圣洁的时候 他没有离开过圣 在任何的诱惑当中 他都怎么样 都得胜了 得胜就是因为他 有多么了不起 因为他顺服了神 他知道神与他同在 对吧? 在埃及 在主人的家庭里面 这个 女主人来漏洁 他的时候 如果不是神与他同在 如果他不是 顺服神的指引 恩典的话 他可能会怎么样 我有很多想法 屈服于 你主人的什么呢? 这种逼迫 第一点 第二点 这么好的好事 我干嘛不干嘛 这种想法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撒旦 来自于魔鬼 但是 约瑟在分辨的时候 明白了 这个不是神的许愿 所以他怎么样 他做出了什么呢? 重要的决定 他能过圣洁的时候 正因为他能够 舒服神 过圣洁的时候 所以神怎么样 后来祝福了他 使用他 那我们在神面前 使你这样 我们要和他过圣洁的生活 你的旁边大叔好 你要圣洁 你要圣洁 你先要清洁你的内心 才能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第二个要求 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这个是 我们叫老生常谈 这句话呢 简直是 有的人说 我这个耳朵都被拨破了 每天你不都在强调这件事情 要棘手进行神的话语 神 以用同战式的条件 神对约束亚说的话语是一样的 当摩西 当摩西 那个死去 之后 那个 设立了谁做这个 以色列人的领袖的 约束亚 但是 神看到约束亚的软弱 神和约束亚进行约定 祂对约束亚说 你不要怕 你要钢琴 你要壮胆 我毕你不在 但是前面有句神话 你要谨守 遵行神的话语 神对我们的祝福 神对我们的这种爱 神对我们的这些什么样 同在 多数一个条件在里面 你不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就不能够完全得到祂的祝福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你要棄手遵行神的话语才可以 阿们 这些话说起来简单的那是很难 对吧 因为我就是明白了 那就做不到 一花两次 神两次和约束亚做的 你只要接受最新的的话语 我就一定会在 我在中国的时候 我的哥哥得到的这个话语 就是这句话 约束亚记第一章 有一位牧师 他做这个计时祷告 做四十天计时祷告 就过很多次 他有一个什么特点 什么恩赐呢 他们把这个整本圣经都背起来 就是从 《创世纪》到《启示》后 它是一本活圣经 你走到哪里啊 你问他什么经文啊 什么初处啊 他都在他的那个脑子里 所以那个时候 他来我们这个 家庭大会来交换的时候 我们都跑去看 像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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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一样 你觉得不可能嘛 你怎么可能把《创世纪》到《启示》都背起来 那神给的这个恩赐 还有一个什么恩赐呢 他为你祷告的时候 神会感动他 这个神的话语 就是 神适合我们的话语 当然 那时候我是没得到 因为我那时候还不信神 我是听我哥哥说的 我哥哥去的时候 这个牧师给我哥哥一句话语 就是《约束亚记》 《约束亚记》这个第一章 噢 他当时那个 我哥哥看的时候买的 他非常喜欢 他说 你要刚讲到的 我毕丽同在 哇 这个经文特别特别好 后来有很多朋友说 这个祝福我没得到 我说你为什么没得到呢 他说 我没真心神的话语 少了个什么呢 有个前提 我们要谨守人的 遵行神的话语 在那里 约束亚如果不谨守 遵行人的话语 神不允许他得神 神不会通过他去做事情 约束亚有很多什么样 很多很了不起的神经和奇事 对吧 我们知道最伟大的一个最了不起的 这个神经和奇事 让了什么呢 太阳 让月亮停止 他甚至敢上去祷告 为什么他敢上去祷告呢 因为他已经知道什么呢 他一定会得胜 对吧 所以他看那个已经天黑了 战斗没有结束了 他向上帝祷告说 你让 嘿 让月亮停止 直到什么呢 我得胜为止 这么大胆的祷告 狂愣的祷告 是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信心 因为上帝对他说什么呢 你只要谨守 遵行我的旨意 我就会什么呢 与你同在 我让你得胜 月亮这个祷告 不是骄傲 也不是访问 也不是什么呢 不是这个 看起来是夸大 而是他的信心 爬到了这个城 他可以上去访问 阿们 但是今天神给我们说什么呢 你们 你们什么呢 我给你们应许 和月亮的应许是一样的 只要你们谨守最新神的话语 我就让你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我的同在 看到我的得胜 看到什么呢 你们一想到的神经 我们一起使 阿们 因为我们唱了一个赞美歌 知道什么吗 我们祷告 大山可以多疑 对吧 神能把这山都叫我的 你的信心 可以把这个山都叫我的 所以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诗篇第一篇当中也这样强调了 对吧 所以说昼夜思想 神画一点人就有福 我们希望我们在神画一点当中得到丰盛的生命 阿们 第三呢 这个以前我讲过的 就是你要站在神的音边是重要的 你要站队这个位置 你不能站错 你不能站错 比如说去派对 你知道在中国 在天安门 这个北京的那个教会 北京教会他们邀请韩国的这个 这个短期学校 他们去北京 他们去天安门去这个什么样参观 然后就去 这个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些 这个服务人员带着这些韩国的这些教会里面去 去的时候 然后就去排队去买票 然后就看前面有很多人 有两个队伍 他们一看清 也不管三家人去了就排队 去买票 结果到了这个 呃 卖票那个 那个 快到那个卖票口的时候 然后他们要卖票了 那个 卖票的人跟他们说 你们排错队 这边这个 不卖的给外国人 就是卖给这个 中国人的 然后他们就怎么样 没办法 又跑到旁边 又重新去排队 如果你排错队 你站错位置的话 就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站在 谁的阴边是重要的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林肯说的 林肯曾经有一件事 就是 林肯在19世纪 他是美国的总统 对吧 那么正处于美国这个 国内这个局势 最混乱的时期 当他处理国家事务的时候 经常比较困难 所以他的一个朋友 就来安慰他 来劝他 他这个朋友说什么 我希望上帝 站在你这边 就祝福他 祝福林肯 他说我希望什么呢 上帝和你同在 那个意思 希望上帝站在你那边 林肯当时会他说什么 他说 为什么 他说 我不希望如此 我不希望上帝 住在我这边 站在我这边 他的意思是这个 他的朋友很奇怪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希望上帝 站在你那边 林肯对他的回答什么 林肯能回答什么 这句话说的 是你那边 没有回答你的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 因为我知道 我要上帝永远什么 站在正义这一边 但我担心的是 我是否站在上帝的那边 这句话 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不是说 上帝要站在我们这一边 而是什么呢 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那边 才可以 你只有站在上帝这一边 神才会你同在 你站错位置 你没站在上帝 为你预备的那条道路上 这个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跟你是没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 神的面前 你要什么呀 你要选择正确的那条道路 才可以 你要站 排队你要排正确才可以 所以对旁边人大声还好 你要站在上帝的领域 站在上帝的领域 阿们 所以我们刚才通过 林肯的句话 我们得到什么启发呀 如果我们能用神的眼光 靠正体 站在神的立场 我们去说话 我们去做事 我们的行事为人 按着神的方式去做 神不可能 不由我们同在 阿们 神的同在 是上帝 他自己的旨意 是他主观的绝对性 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有什么呢 事实 但是他给我们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我们要遵守 我们要在他面前过圣经的生活 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话 我们要站 站在神的 站在圣灵 而不是说神的 你要站在我这边 你要帮我 但是你的选择 你的理方式是错误 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想 我们很多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是这样祷告 神的你要站在我这边 你要帮我 你看你的孩子 都已经到这个地步 你还能帮我吗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 但是神的用说什么呢 你站错位置 你要站在我这边 按照我的想法 按照我的计划 按照我所拥导的 你来遵守 你来向我祷告才可以 如果你站错位置的话 永远不会什么呢 要介绍到神的那个能力 对方跟这些人 在这些问候 神一直用同在 神一直用同在 神同在 神同在这个单词是非常好的 我觉得 所以我们这个佩脸学教师 在台湾的教会 这个名字其实很好 所以叫神同在教会 但是到了韩国 你要翻译神同在的话 就很长 对吧 看那你们瓜 还不可以铁心教会 对吧 是吧 名字很长 还是这个汉语比较好 我觉得 很简单 很这个什么样 精简 所以 我这个 给这个佩脸学教师 他这个资料 帮他办这个 却教师签证的时候 翻译他的教会的名字 就叫神同在 就直接用这个 他这个谐音 和这个汉词的翻译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 却教会的这个 这个 人物师和盖子就问 神同在是什么意思 我就给他解释 就是 就是 和神与我们同在 用韩国语来解释 就是麻烦的 但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真的 不够与神同在 才是重要的 没什么 那我们请 我们这个 暂停队友唱一首 暂停好 就是这个 歌曲的名字叫 神同在 对吧 唱这个暂停 一点点 如果没有归字的话 我可以送给你歌曲 或不然怎么练习 还是没有练习 能不能练习 我可以 你要唱歌不在 如果我们这个凯蒂吉士 帮我跳舞蹈也挺好的 可以吗 都不可以 我来欣赏一下吧 大凯蒂芝士的这个壁动啊 我们就掌声来欢迎 谢谢 没关系 你忘了的话别人也知道 咱们吃的很乐 主人说了 我要不送你的大灯 拎在预报中 拎在预报中 你的同志 我要跳舞这美好 请不看见什么 拎在预报中 拖去是同志 右手举起来 左手举起来 好大的高尾 把他车目标 背在身 不过离心起来游战 万物药 像你今晚 到现在未生 神与我们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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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無憂無憂無憲同在 我們要把新的無憂無憂無憂 請你來多多謝 謝謝 好了,為了今天的講 為了今天的奉錢 我做也有個感受的禱告 今次的生活來到你面前 我感謝你 你是你我們同在的神 我們相信你馬在練的神 一直在我旁邊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神面前有確信有確註 永遠不要忘記 神一直不會離開我們 神期待著我們過聖節的生活 神期待著我們能夠遵行神的旨意 神期待著我們能夠站在祂的一邊 一直仰望祂 一直跟隨祂 願我們今天神同在的恩典 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世界的幕僚 一直到耶穌基督迎接我們的時刻 也不要離開我們 所以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舉起我們的右手 舉起我們的左手 我們要高深地送在你 把你的榮耀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感謝你 因為今天來越見奉獻的弟兄和姊妹 求您從天上敞開你的窗戶 將你三十倍 六十倍 百倍的祝福 交換在他們的裡面 祝我們感謝你 以上的禱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名求 阿美 好的 我們在請掌聲來說 我想請大家 謝謝 謝謝 那我現在請我的讚美隊 為我們唱一首特頌 就是上次在龍教會宣教清典的時候 他們預備了一首讚美 朋友給了一首讚美 叫你扶持我 You'll raise me on 我們請他們來 讓我們唱一首讚美 拜託 你勇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愛 幸福往來 我愛 對 這個音樂是對的 對 他已經有差錯了 從前再來 可以搭上一點嗎 他已經有意思了 他已經有意思了 誰 斷電 何等 感情 他已經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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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